距离10月16号第11届精英节颁奖晚会 继第28届中国电视精英节闭幕式仅剩4天时间了 而本届精英事后的热门人选赵丽颖 也已确定当晚出席精英节颁奖晚会 同时颁奖晚会当天恰好是无理脑工的生日 不早晚会上小谷会收获怎么样的生日惊喜呢 而她会不会像往年的精英奖师后孙丽一样 在生日当天双喜临门也备受关注 凭借在红能卫视热播仙侠剧花仙谷接连入围并提名白玉兰和精英奖 而在芒果TV正在进行的精英奖最具人气男女演员投票中 人气遥遥领先其他提名者 在这次成为精英奖师后热门人选之前 赵丽颖已经是上一线精英节神圣的精英女神 从精英女神到精英事后的有力竞争者 她用时间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洪荒之力 不少王爷宝宝在祝贺赵丽颖入围的同时也留言说 希望小谷能够像孙丽娘娘一样 在生日当天收获更多惊喜 芒果浪新闻只有四天时间了 真是超期待呢 报道